大家好,我们的研究主题是道义有道 首先我们的目录是有摘要还有引起动机 研究方法与构成,研究结果,讨论及结论,还有参考资料及其他 我们的摘要有写,本研究以稻草作为装置艺术的主素材 将稻草结合课程之编法技术 利用各种编法及粘贴拼凑技巧,做出具有现弹感的稻草人 我们的研究动机是,桥头地区拥有许多稻田 每当稻谷收成后,剩余的稻草都会被焚烧 但是焚烧后的稻草会造成空气污染 近年来环保意识兴起 激发我们利用稻草结合所学的技能 创作出鼓动仙子的艺术产物 希望带着大家一起爱护地球 我们研究的目的有 对于稻草稻穗的认识分析及利用 还有搭配美容美法的技能 利用批贴及编织技法的运用 还有借由环保与创意结合 创造实用于美观的兼具的作品 我们文献的探讨里面有 稻米的分布及构造 还有稻米的回收再利用 编发的种类与应用 稻米的分布与构造 中间这张图是稻米基本的构造 稻草整体回收的再利用 有堆肥 稻草人 美容 艺术品 生活应用及娱乐 左边的图片是堆肥及分烧 还有稻草人 还有编织的艺术品 以及生活上的应用 编发的技能种类与应用 编发的技能种类有 一股扭转 两股边 三股边 四股边 五股边 及多股边 这些是编发的种类 我们研究的过程是先 拟定研究主题 探讨相关文献 选定回收素材 稻草编织 稻碎拼贴的设计 再决定以稻草编织为主题 稻草的服装设计及头饰设计 最后我们克服困难完成作品 制作概念 想完成这件鼓动仙子礼服 需具备四大概念 需绘制设计图 收集稻草及稻碎 以及结合美法与美容的应用 和礼服制作的概念 美法技法与稻草间和实验 我们分别使用了三骨骨骨嫩 四骨骨尘和八骨骨的实验 发现三骨骨 hinaus的时间最短 软易度简单 材料耗损最少 而八骨骨骨的时间缺失最久 软易度困难 材料耗损最多 解决问题实验方法 我们分别用了重物压瓶 蒸汽运斗及醋液浸泡 发现醋液浸泡的花费时间适中弹性极佳 材料耗损最少 醋的浸泡实验 我们分别是用了10分钟、30分钟以及1小时 发现了30分钟与1小时的成果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选择了浸泡30分钟的倒梗 作为本次专题的素材 制作过程 首先我们绘制设计图 并且将稻草塞干 将稻碎剥离稻草 将稻碎及稻杆分别收集 再把稻杆浸泡在处理中 稻杆量干后备用 和主员们讨论决定编织方式并开始制作 制作花形时使用保用胶粘贴稻骨 再将稻谷的搬成品呈现 上衣的组合、裙子的组合、头饰的组合、饰品的组合及粘贴 就有了这件作品的呈现 股东签子的造型呈现 研究结果 这是我们制作的头饰、颈饰、还有商业作品 制作过程、裙装的作品、鸟以及整体造型 讨论 稻草收集时需防止素材太过干燥或潮湿 容易发霉腐烂 保存方式需放在冲锋且干燥的地方 还可增加色彩的丰富性使作品更加多元 建议结合不同的回收素材 尽量出独特的艺术创作 结论 这次的专题利用稻草、回收与运用 编织出一件环保又新颖的鼓动彩衣 希望结合桥头花田喜事、社区活动 以增添活动的精致化、艺术化 让文化教育多元发展、永续经营 谢谢聆听